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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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蛋清 淀粉 各种作料 用水调匀 填入长方形的模具 蒸上十分钟 此后还要往肉糕上涂抹蛋黄 每蒸五分钟涂抹一次 三次过后 正宗的肉糕才算做成 白河肉糕肥而不腻 香软细滑 口感极佳 一片片黄白相间的肉糕 蕴含着主人对未来对宾客的美好祝福 金玉满堂 尝命富贵 白河三点水宴席的食材丰富 山鸡 蘑菇 石令蔬菜 大多是产自丰收的石坎坎贴甜 新鲜打捞的河鱼 自然也是三点水宴席上不可或缺的 五五分 国际民安西洋洋上菜喽 宾客落座 菜洋上桌 典礼开始 三点水二十几道菜各有寓意 鸡与洋同时上席 寓意吉祥 主菜多用木笼蒸制而成 寓意蒸蒸日上 三点水中最具仪式感的部分 是凤凰三点水 为了兼顾到南北口味差异 细腻周全的白河人将菜品做得甜咸兼备 为了不影响口感 品尝每道甜品之前 席间宾客都会用一碗温水来清洗汤勺 人们翘起兰花纸 将勺子朝下 形状好似凤凰饮水 三次洗勺 三次点水 这也正是三点水宴席名称的由来 审出右手 翘起兰花纸 体现了背后男子的韧性 与自己揉眉 将决的背后是生活水平的稀高 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新时代的宴席中 碗还是大碗 菜品却按人头定量 艰苦创业的白河人懂得实物的来之不易 满含重福 寓意吉祥的白河三点水制作记忆 如今已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铭路 它见证着白河人日新月异的生活 作为陕西美食文化的代表 三点水宴席在每一个节庆日子里 为白河人留住了乡愁 也盛满了丰收